唯一继承者 三步上来惯例美少女 勇士紫菜蛋花兔兔 不选美术的假校公主 不是豪鼓手 人才引大的可爱少女 勇士咸鱼丽 吞噬无数烟熏CD的超A郁姐 身相分离记录保持者 勇士邓园长 五处区精分担当 最强下腰王 勇士小滴病 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大家好 我们是小动物园 小动物园里有什么 小滴 园长 栗子 宝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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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 呜 呜 嘿嘿 今天怎么这么多少女勇士 你以为我听不出来你声音里面的笑意吗 呜 哪有严肃点 你这个落水勇士 哼 来者和人 报上名来 小滴 呜 呜 那小滴应该叫小滴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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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士小弟 你准备好了吗 小弟已经出发 来到了我们的 一五千年 没问题 一路已经 第一贯轻松闯过 一键三连 其实小弟被评价为 B站的啦啦队队长 因为他视频风格 是身着啦啦队的队服 然后会跳一些 超高难度的舞蹈 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有潜力的黑马 跳舞核心肯定不差 这不是轻轻松吗 一下子就过去了 然后腿长手长长得还好看 今天还扎个双马尾 我们小弟真漂亮 观众们记得一键三连 说起这个小弟的雾年 我还真的是有点印象 他自己好像平时跳舞当中 旁边有个饮水机作为背景 是吧 危险 危险 刚提到饮水机谁都跳下去了 还有他喜提了一双一只鞋子 我想到我当年参加两次向前冲 第一次落水的时候 我的鞋子就飞掉了 后来都是救生员小哥哥帮我找回的 因为他还有明武基础 我觉得可能说不定 你能看到他下腰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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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有没有撞到 不知道有没有撞到 但是本来还想带你登顶之后 作为B站的拉勒队队长想跟你请教一下 有没有什么登顶秘诀 现在这个快递单也只能丢掉了 不过如此嘛 下一位继续 我是园长 园长啊 我最讨厌被捆起来了 你也下去吧 有事邓园长 你准备好了吗 打 一 跳 冲冲冲 一五千年 我们Vocal的舞蹈也是不在话下的 她是这个B站音乐区非常有名的UP主 长相甜美 嗓音独特 被称为是 昏食无数烟熏醉里的超微玉姐 她呢也是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一位 才女啊 对 声音和掌声也是反差会非常大 我觉得这样的美女她的声音差不了 不知道作为小动物园Vocal的担当 她的闯关的肢体协调和体能 会到达一个什么程度 据说她这个唱出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柔美 非常同音 是吗 和年龄上一看就好像一个学龄前的小姑娘 没有任何问题 接下来前方又来 看看能不能成为排雷高手 小弟落水的地方 他应该能闯过 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障碍 出现了同样的错误 我发现小七 小七 你就是独男一枚 不 独妹一枚 对不起 对不起 哈哈哈哈 还等着她开放麦能给我们唱首歌呢 我真的很期待她的声音和长相 能有怎么样的巨大散叉 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紧紧地把那拥抱变成永远 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眠 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是 太可惜了 回去关注一波 就这点水平还敢来挑战我 下一个 我是第三个 我的B站帐号ID叫紫菜单花兔兔 Pinw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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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会吃兔子的 这你也敢来 勇士紫菜单花兔兔 你准备好了吗 Pinw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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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我们一五千年 我们兔兔萌妹能冲到哪一关呢 拭目以待 第一次见到他这个名字 我觉得一般来叫紫菜蛋花汤 结果他叫紫菜蛋花兔兔 有点意思啊 他平时的视频我也会刷到过 所以我很期待能够在现场 看到他一次反转魅力 把他的动作还是非常的敏捷 兔兔嘛 所以像兔子一样尤其是跳跃 这是没有问题的 兔兔那么可爱 为什么要吃它呢 去哪里了 人呢 躲在障碍后边了 隐藏起来了 好的 稳健通过 来到前方有雷 有雷 希望他不要压力太大 两个姐妹 一个在第一雷落水 一个在第三雷落水 没问题 我是排雷高手 没有任何问题 你不要过来啊 完蛋了 完蛋了 紫菜蛋花兔兔这回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紫菜 小动物园队 你们知道我准备了多少话想告诉你们吗 你们已经掉下去三位了 最后一位选手 不要背负这么大的压力 放松心态 勇敢冲冠 我在高铁上等你 太难了 太难了 谁跟我说冰箱很好拿的 冰箱确实 有点想要 太想换了 太想换了 谁让你刚才又在提她前面的两个姐妹 一个在第一个 一个在第三个出现了问题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是 此时此刻不张嘴 结果到关键时刻 你还是张了嘴 下次一定不张嘴了 下次一定 五奶一杯 下次一定不张嘴了 哈哈哈哈 三个喽 我看你们早就该打包回家了 哈哈哈哈 把我放在压轴必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勇士咸鱼力 你准备好了吗 他刚才给自己捖气 加油 一五千年 看它过得怎么样 小心 每一步都要走稳 好 来到我们三连登陆 我发现其实小动物园 就是各怀才艺 咸鱼丽是一位反转的鼓手 打架子鼓非常厉害 谁能拒绝一个甜妹 打架子鼓 刚才他们一起出发的时候 其实咸鱼丽在四位队友中 算是身材比较娇小的 说不定也是一个爆发力非常十足的选手 又到了就出现场 好 到了前方又雷了 不许说话 你不许说话 绝对不说 绝对不说 打死也不说 他不过这一关我就不张嘴 好 来 好的 漂亮 没说话果然成了 瞧瞧 这就是你不说话的威力 这就是不说话的力量 瞧瞧瞧 我这一把都不说话了 好 现在显一地来到了无限循环 好的 好的 这一关一定要掌握平衡 知道方向在哪里就不会输 还跟镜头打了个招 说明他此时此刻的心态很放松 而且头脑非常清醒 我属实是经历了前面三位队友 我现在都有点不敢说话了 好 漂亮 好 漂亮 等一下我坐着说 有点跑不动 首先感谢BiliBili 给我们up主 北山们一个这么锻炼的机会 我就一路摔过来 然后我是音乐区的up主 咸鱼力 然后有些时候也播播游戏 然后做生活去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你可以点个关注 谢谢 我看来经过了前面 这几个关卡之后 他体能上有一定的消耗 我是见过各种各样的台上感言 第一次看到以四肢朝地 这种方法来进行发表感言 刚才介绍了咸鱼力 他是一个打击乐的高手 被称作是乐器精灵 也是今天屠龙女士 不过接下来此路烫脚 这对她来讲是一个考验 相比较其他的前面的选手 姐妹们身材修长 她现在在此路烫脚环境当中 需要认真地来进行调整 她目前处理得不错 可以说是无邪可击 很好 漂亮 好大锅去了 掌声送给她 掌声送给她 好大鍋 提起来是愛的 爱的 原猪骑士 他在等待着第一只猪 节奏放慢 好 放慢了 这是一个机会 赶紧上 一会儿就要动了 小小 不过他上去的机会 没关系 我上去了 掌握得还算可以 好 等待着第二只猪 还有他停顿的时候 他在第二只猪 跳动的时候又跳上去了 第三只猪还会停 注意 节奏 来 稳住 我们能赢 没能实现嫌疑翻身 而是嫌疑漏水 这一关不过失败太可惜了 对 感觉是好像没有找准 那个圆珠的中心点 步伐稍稍地小了一点 另外一个太极求成了 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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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讨论下来